哈囉YouDoers 我是KCD 又到了一集地獄廚房崩潰系列 餐廳以客為尊在很多地方都被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在地獄廚房不是 你若膽敢挑戰質疑地獄廚神戈登 包準你等不到你想要的餐點 而且還會被搶的回頭土臉 上次我們分享了五大戈登崩潰爆出經典語錄之後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地獄廚房五大跟客人大動肝火的事件 地獄廚房至今已經二十劑了 戈登每次在廚房裡要控制一群常常失控的參賽者就算了 在十萬火急壓力爆表的狀況下 如果還有客人來攪局 嘴巴絕對不會有什麼好話向對方說 如果熟度不合意 客氣的跟外場主管反應 而不是直接找主廚開嗆 或許你會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片段來自第七劑 有一名客人不爽自己點了牛排熟度不夠 直接端著盤著找歌的理論 結果自然是兩敗俱傷 你熟度不滿意可以反應 可是搞到最後直接開嗆這牛排是低等狗屎實在誇張了一點 被趕走之後還一直抬頭挺胸成微風 這樣的行為自然會讓歌登找到嗆人的靈感 第五名就這麼精彩了 第四名肯定不差 如果你點了南瓜燉飯 你會期待自己碗裡出現南瓜對吧 不過如果你蠢到吃不出來 非得眼見為憑 還要衝到前面大鬧 那只會讓歌登很難跟你溝通 為什麼沒有泡沫在我的泡沫 對 你可以外出嗎 想要的泡沫和泡沫 對嗎 你會一直在說話嗎 我只想要多泡沫 對 我會給你多泡沫 我會把泡沫 你嚇到嘆人的嘆人 你喜歡嗎 哇 又是一句經典的歌登語錄 想要南瓜沒關係 直接給你一份南瓜千年殺 這樣子每次上廁所的時候 都能夠有香甜的南瓜晚餐 如果你認為自己已經好生好氣 上前詢問了 別以為你能在歌登心情不好的時候 嚐到甜頭 第三名其實有一點冤枉 因為客人一直等不到菜 狂吃麵包最後受不了上前 但沒多說什麼 結果竟然還是一樣被歸類成野生動物 我們沒有吃過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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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吃過餐廳 請問兩分鐘 我們一直在等待 Jean-Philippe -What table is the lady from please? -So we can find out where her food is please? -23 Chef -23 Blue yes? -Yes Chef -Take the draft back to the table please -Service please let's go 看起來哥登真的很喜歡用動物去做比喻 下次大家罵人的時候 記得學起來一定能夠更生動 第二名這個片段來自於第五季 覺得東西不好吃怎麼辦 直接端上前嗆一下啊 這樣就能夠得到全部的關注 -Has absolutely zero flavor -It's like you need a piece of paper -Yes Chef -Yes Madam -Totally flat -No flavor -OK -OK -Thank you 原本事情可以到此為止 但女士似乎是想要得到哥登的道歉之類的 竟然用了這個舉動想再次換回哥登的主意 -Chef -Right -Don't whistle at me -I'm not your fucking dog -You look more like a dog than I do -F** off with you -F** off with you 真的是有夠扯 哥登的回應也是毫不留情 真的很難想像這樣的情形如果發生在台灣會是怎樣的情況 再來到第一名之前讓我分享一段跟客人開戰的外卡片段 這個片段來自於第一季第二集 有一位客人因為一直等不到食物直接叫Pizza 導致與外場主管John Philippe吵起架來 而且竟然無理到拿學歷高低評判對錯 這種人真的只有被請出門的份 -I wish your education could be as good as your voice -Yeah -Oh -Did he really say that? -I have a doctorate in music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o you have a doctorate? -I do have an education -Do you have a doctorate? -I do have an education -Then you are less educated than me -So don't get a my face buddy -about what kind of education -Right now -Right now 這種情況真的很罕見 我指的是哥登作為旁觀者很罕見 這也讓我們來到了哥登對決客人的第一名 如果你以自己為聰明 就儘管上前跟哥登確認食物在哪 因為他絕對會用很幽默 而且罵人略帶髒字的方式回應 而且我必須說 哥登這一次真的很有禮貌 一開始啦 -Hi how are you? -Great -Thank you -We've been sitting here and -It's the Red Kitchen check -You're waiting on a Wellington and Wombash yes? -Deeply deeply deeply sorry -But right now we're about 7 tables behind -That doesn't do much for me -Yeah right -Can I just say you do fuck all for me either?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y it's so difficult to serve some people their food -Are you that arrogant? -You haven't got a clue what's going on behind me? -It seems like you have a lot of amateur sous chefs -Right -Finally your head's coming outside your asshole -Now sit down you fucking dick -Nothing upsets Chef Ramsay more than when customers come to the kitchen -我想在經過了這五大片段之後 -我們都能夠對這段旁白有更加深刻的體悟 -這種直接對客人開罵的舉動 -我想在天底下也沒有多少竹竹能夠做得出來 -不要說罵髒話跟人身攻擊 -只要一點小小的回擊都會被很多人視為不可饒恕 -怪不得大家真的很喜歡看格德罵人 -因為真的很爽 -我是Key斯汀 -你最喜歡哪一個跟客人開槍的片段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喜歡影片也記得按讚分享跟訂閱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